所以你就直接用Misamo的工具來做這件事情 用Misamo 那你就可以upload一個自己的模型 我就upload之前給同學的那個阿努比斯 Misamo的動那個下來的BFX動作檔 基本上它都是HumanIK 所以 你只要全部射成HumanIK 它的動作其實是全部相通的 然後呢 製作做起來很簡單 就是下巴 下巴就放在下巴 然後 手腕就放在手腕 手肘放在手肘 膝蓋放膝蓋 然後 然後 屬C OK 那 就可以讓它執行 好 它需要一點點時間做計算 對 它可以送進這裡可以用Humanoid 所以 你在Unity裡面 就算你是別的角色 你只要在Humanoid裡面 沒有錯誤訊息都可以對應套上 好 那 OK OK 好 那 它地板沒對到 不管它讀動作就好 OK 那 因為我現在只是要 我們需要戰鬥特效 所以你其實可以直接選 戰鬥 好 然後 武器在別的地方 反正到時候再來做 但是再講一下 就是其實 這種直接綁武器不太適用 你看這張就知道 那個手的位置 好 那個手掌 好 那我現在要的動作是 其實 slash 就是 揮砍 好 那我可以直接在這邊找 沒有 看一下這一組 試試看 不太好 好 另外就是 你如果在戰鬥裡面找slash 跟 直接直找slash 動作會有差異 所以 它有一些 目錄擺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 好 那就要去看一下 你如果想要的是什麼動作 那我現在要的應該是類似這一個 對 OK 好 那 這動作進來以後 其實它還有一些可以控制的 就是 你的 動作的 誇張程度 好 那 還有 手跟身體的距離 因為有的時候你的腳是很胖 手就要離遠一點 像腳 你弄近一點它就會貼身體很近 然後這樣就會離身體很遠 好 OK 然後你要的速度 好 播放的長度這些 然後要不要換左手右手 我看 我看 再稍微快一點 太快了 OK 那我就是要一個這樣的 因為 我只要一個動作依附 可以放出特效 做 不管我要做一個刀光 還是做 一個地面 你趴東西出去 你至少總要有個 起始 好 讓我們可以感受到 那個 那個 啟動的一個過程 好 所以 那這個是我要的 我就download了 OK 那download以後就可以去找在哪裡 還在download 有這麼慢嗎 還真的 OK完成 那 完成的呢 就是 它現在也是一個 它叫到 那沒關係 我只要留下slash就好了 拖回來 OK 那現在就是一個 我還要確認一下它的大小 所以 gameup 3dup cube 它太小 好 它太小 對 因為進去那個 裡面 所以createempty把它放在下面吧 然後把empty放大一點 ok ok 好 那它現在動作當然不會播 2還是有點小 可能還要再放大一點點 cube先刪掉 create object 有 這個 send capture plan 好,那你就還要再去建一個Animator 啟動它的這個動作 不然它沒有辦法 它是有動作 有動作,但還要再接著做一個Animator放進來 那我的武器還沒過來 去找武器 其實做這種拿武器 米沙某山的動作 你可能直接套跟 事實上你拿武器的時候還是有點差異 因為我們真正在做武器的時候 如果用Biped架骨架的時候 我的角色的那個手這裡 那裡還會有一支骨架 手掌中間會有一支骨架 專門用來拿武器 那為什麼要加那支骨架是因為 你自己如果把東西握緊 手指頭絕對不准鬆開架去揮武器 跟你可以把手指頭往前放鬆 揮武器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會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另外一個模型在這 我算了,拉資料夾好了 不然好複雜 這個待會再給同學 OK 那這個呢 是個錘子 不過應該尺寸超級巨大就是 跑哪去了 對 好 還是超級巨大 好 待會再改 好 那 因為在做的時候 其實這個錘子 我用了馬臺 sub-object 我用了馬臺 sub-object 所以它其實要三顆錘子 三顆材質 好 它需要三顆材質 分別是柄 然後中間的金屬帶跟 那個 就是錘子的部分 好 那如果你要用自己的武器 也很OK啦 所以這個是錘 那這個是錘的材質 沒拉到 NBR Cushion 這個應該是Rbd 先把它拖過去 這裡 光線轉一下角度 都看不見 這樣子 好 我是不是拉錯顆 嗯 OK 好 因為我拉進來是OVJ OVJ不帶 不帶那個 馬臺 sub-object的資訊 所以它變成一顆材質球 那那樣子的話 就要去Photoshop 把這一堆圖 合成一張 好 就是用 AVA把它合成一張 我看我有沒有 不是 應該試試看 FBX進來 等一下 FBX應該就可以 把 試試看 FBX 這個總算 總是有不同物件的 試一下 OK 只有這裡有 可是 等一下 看一下 怎麼看起來很像 嗯 對不上 這個是 垂直的部分 垂直的材質 以迷行是這一個 放上去就知道對不對的上 欸 這個對上 那為什麼這裡不對 還是我的拉錯圖 等一下再來看 喔 拉錯圖 我知道 這個才對 這個才對 Normal 欸Normal還沒修正 Normal 欸 我用的是1024 Apply 好 所以所有的圖大概都是 除了Normal以外 次時代 都是1024 都是1024 那所有的圖都是 Subtance Painter做的 所以全都是 呃 PBR 的流程 好 就是全部都是次時代PBR流程的圖 OK 好 那 欸 Hammer繼續上 Hammer的顏色應該是這一顆 然後他的 這顆是 Ravenes 所以這個要到Ravenes去 Ravenes 欸 不行 還是要開Photoshop 合一下 因為我沒有把Specular跟Ravenes做合併 所以這個還是要去開Photoshop做一次合併的處理 那我先把Normal這些拉來拉好了 反正 只要有Normal上去看起來就 就人模人樣 好 那Ambiel,Krush,Normal都上去 所以 這一個是 喔 這一顆的 這是這一顆的Ravenes 所以我現在Ravenes也拉不上去 顶多只能拉Metalic上去 可是它上去又全部發亮 就是它其實是需要 這兩張要對應起來 一張當Alpha 那這張是HighMap 那這張是HighMap 現在用不到 HighMap現在用不到 就是 呃 Ambiel,Krushin, Abedo, HighMap, Metalic, Normal 跟 Ravenes 這兩張要合併 Metalic,Ravenes 一張要放Alpha 這之前都講過 然後 呃 這個是Ambiel,Krushin 好 那 這個是這個拉 Belt是這一個 所以Belt其實就是這一個 Occlusion Abedo 然後 Normal 其實這幾張上去就看起來人模人樣 好,這是我的 呃,武器的部分 好,待會就給同學這個檔案 這個把它刪掉 其實 其實比較好的做法是 這些圖要合併 因為其實我是UVC一起拆的 只是因為我在 呃 呃,Substance Panda 做業的時候 我把它分成三顆材質球 所以輸出的時候就會變三套貼圖 那這個其實要合併起來 成一個 變成一個貼圖 好,他們的空間其實都分配好的 是夠的 好,那 好,那再縮小 好 差不多 雷神之錘 好像可以再大一點點 OK 好,那 那 那這邊接下來的麻煩點在於 他必須parent在他手上的 這個角色 手上的 某一隻骨架上面 所以就要去找 這裡就得去找 呃,在 跟著spine spine 再展開 再展開 然後 呃,右手 所以我要找到 右肩膀 右手 右前臂 然後找到 右手 好 那就不需要跟手指頭 所以只要跟在 右手後面 就會變成要parent在 右手上 這樣子 那他才能夠 呃,跟著做 動作 那位置當然還要再喬 好 就展示上面來講呢 呃 大概就是這樣子去 處理 那如果是 你是在Max裡面 自己做角色的話 其實應該說 我會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隻骨架 手上面會有一隻骨架 叫 weapon 武器 就是裝武器的地方 而且這隻骨器 骨架會帶動畫 因為我們揮劍的時候 如果你是揮劍 用力往下揮 你的手指頭 你自己試試看就知道 你手指頭會偏移角度 好 小指頭會向內縮 食指中指會向外放 刀子才可以 比你手的角度 跟你手腕的角度 再更下去 但像這個就沒辦法 這個它最多 這個只能跟到 手掌的角度 現在這種做法 好 OK 那 對我角色還沒設材質 所以角色也要設一下 CREATE MATERIAL 這個之前做過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誒 打錯字 阿努比斯 阿比豆 拖過來 NOMO 誒,這還沒校正 等一下 這些都是2048 誒 我按到什麼 糟糕 我是不是按到複製的樣子 我記得這些是2048沒錯 那就好 那只有這個要改NOMO 然後才吃球 NOMO給 NOMO METALICA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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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ALICA 然後 我記得這張應該 有沒有上 對,還有一個 好像NOMO要-1的樣子 因為方向性的問題 就是 X座標Y座 那個 那個座標的問題 其實這隻角色有裝備啦 不過因為我裝備沒有綁骨 沒有 跟 如果你要幫 因為裝備我那個裝備是個 一片布 那個我沒有另外綁骨架 而且那個布的Animation 就沒辦法跟著 MISAMO走 好,就是其他裝甲 大概還可以跟著MISAMO的綁定 可是 像 金屬的護腕 手臂 護臂跟 肩甲 那些大概可以 不過 因為我這邊裙擺 是做那個布的裙擺 所以 沒辦法綁MISAMO 就不讓它進來了 OK 那就會形成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這樣子的 角色 然後 帶動畫 它到時候就可以 做這樣的操作 然後我們當然要有個地板 讓它可以 好 也要做出灰 然後我就可以 不管我要做刀光 地上啪啪啪啪 石頭過去 還是要放出一個 不管你要放出什麼效果 隨便你 但是 你前面要有一個 可以用的Animation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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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